教育者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五 为你们带来的 杜高斯贝电视社区之星节目 现在就让我们从2月份的 Grand Prix普克大赛的结果说起吧 我们来看看谁是冠军呢 来自于德国的Dirty Devil 获得了最终的冠军 拿到了第一名 他获得了1500美金的奖金 现在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冠军吧 看看他是怎么做到的 看看他怎么说呢 总体来说 想要拿到杜高斯贝普克大赛的第一名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并没有想到 我会获得冠军的位置 我的宗旨就是 在任何时候 都不要让对手成功地 阅读到我的出牌习惯 尤其是在一对一的时候 而我则会去努力地 阅读对手的出牌习惯 我的策略就是 在排好的情况下 首先会不动任何声色 在下几轮的时候 加大筹码 这个策略可以说 让我收获了很多的成功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到目前为止 胶原竞赛中谁是第一名吧 我们可以看到暂时排名第一的是来自于 塞浦路斯的TOT 7789 他做了一些非常棒的交易 例如说欧元美元货币队 他在1.078的价位卖出做工 在官仓一共获得了181点的利润 干得非常好 另一个例子是来自于Sami 他在纽约美元货币队的交易中 获得了88点的利润 他的官仓获利价格是0.73930 而这个价格也十分地接近于下一个支撑位 这几乎是他可以获得的最大利润 干得非常好Sami 无论男女 不管你是长期或者是短期交易者 都希望你们在本月有好成绩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1月份 技术分析大赛的结果吧 来自于罗马尼亚的Marius24 已经参加杜高斯贝社区竞赛 超过4年的时间了 本月他获得了1700美元的奖金 做得非常的好 Marius24你是当之无愧的冠军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杜高斯贝小姐大赛的情况 我们将会邀请杜高斯贝小姐排名靠前的选手们 在我们的网络研讨会上见面 所以敬请关注我们网络研讨会页面 来给你喜欢的选手加油打气吧 这就是本期社区之心的全部内容 请在下周五关注我们的特别节目 三月底就要进入夏令时了 所以请注意时间的转换吧 再见 感谢观看